欢迎来到陈氏日报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肖战生日惊喜揭晓 巴沙南市公布肖战喜讯,登上市区第一。 近日,在肖战迎来生日的时候,惊喜好消息非常多,肖战也得到了非常多祝福。 巴沙南市就公布了肖战的喜讯,和肖战、白百合主演的新剧《交洋伴我》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生日话题还登上了市区第一,这样的影响力,试问还有谁。 据悉巴沙南市在肖战生日之际,公布青年演员肖战的喜讯, 告诉大家肖战和白百合主演的新剧《交洋伴我》开机了, 简单介绍了该剧的剧情梗概,更加激起了粉丝们的期待值。 另一方面,肖战在没有经过任何宣传的情况下, 凭借生日或渠道的高热度成功登上市区第一, 个人微博点赞量突破千万,不知道怎么说,文化水平很有限, 暂且用牛来形容。 如今肖战的各项事业发展,都没有受到影响, 更不可思议的是,粉丝们对肖战的支持力度非常大, 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网上舆情的变化而改变初心, 这一点很不容易。 当然了,肖战作为公认的优质正能量偶像, 再加上出道至今带来的非常多经典作品, 肖战值得拥有这样的发展状态,也值得大家的热爱。 总之,生日过去了,陪伴依然在,祝福依然在。 相信接下来的肖战还会给粉丝发布惊喜, 只希望青年演员肖战可以借交借造, 他是肯干,勇往直前,不要放弃, 继续带领粉丝朝着更加光明的未来, 大步向前,未来的发展空间必定非常广阔。 肖战未来可期,从来都不是客套化, 支持肖战更不是空话。 肖战,寻常剧组生活,还是那个爱请客的站总? 肖战在交扬伴我拍戏请剧组所有人喝柠檬茶的话题登上热榜。 了解肖战的人都说, 这点小事不至于,肖战哪个剧组不请客啊? 在《如梦之梦》话剧首演的时候,肖战就给全剧组每个人送了一个大礼包。 很多收到礼物的同事们还特意发了博文感谢。 在斗罗大陆剧组,肖战更是有个外号叫站总,就是因为他特别爱请客。 只要小伙伴们出去吃饭,有肖战在,几乎都是他买单。 后来记者采访时还专门提到了这个称呼, 问他为什么大家叫他站总,他自己都愣住了。 那个时候的肖战还是一个小胡胡,刚步入娱乐圈不久,没有什么收入, 他的素人时期的朋友也曾说肖战特别爱请客,为人很大方。 后来肖战凭借陈情令爆火,还没有享受到爆火带来的红利就在舆论风暴里沉浮挣扎, 十个月有余。 近一年的时间没有任何新的商务,一个最红顶流的代言谨慎武席。 他被大家成为最穷顶流,可是他依旧是那个爱请客的站总。 那一年,大灾大难面前捐款捐物也都有他的名字。 现在一切情况都好了,业内人士说,由于肖战合约的问题, 看似可观的收入,被方方面面,七七八八地扣除之后, 到自己手里的收益也是非常有限,还有工作室要运营。 可是,在和朋友的交往当中,肖战还是那个有钱哥哥, 大家严厉爱请客的站总。 甚至几乎肖战单纲主演的每个剧组的群演也都有收到过肖战给大家买的小礼物。 或是饮料,或是奶茶。 确实没多大的事,可是肖战的关注度就在那,本来形势就低调谨慎, 私生活又干净坦荡。 所以,干饭,逛街都是热度,巨星体质就是一举一动都是热度。 本来生日就是压着热度过的,逮到点大帅哥的动态也是不容易。 普通剧组生活而已。 大帅哥以后请客的日子还多着呢? 荣耀夫妇在剧首,李沁强势加盟,首部双女主剧将起。 2021年夏季,一部改编自顾曼同名小说, 由王之指导,杨阳,迪丽热巴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 《你是我的荣耀》上线。 该剧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和有趣的人设, 一经播出便俘获了无数观众的心。 荣耀夫妇在剧首,李沁强势加盟,首部双女主剧将起。 《你是我的荣耀》之后, 不少观众被杨阳与迪丽热巴的荧幕CP所圈粉, 至此,有关荣耀夫妇这个组合便彻底深入了人心。 观众们更是一直期待着他们的再次合作。 没想到,仅仅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就有了荣耀夫妇在剧首的消息。 而这则信息的来源, 是因为一部名为魅士的双女主剧。 日前有消息爆出, 首部双女主剧魅士宣发启动, 而作为其中一位女主和男主的人选, 就是凭借《你是我的荣耀》获得荣耀夫妇的迪丽热巴和杨阳。 要知道, 迪丽热巴与杨阳都是目前影视圈中数一数二的明星, 他们无论是颜值, 演技还是人气, 都是那种极具一身的存在, 说是新一代演员的领军者都不为过。 而且, 杨阳与迪丽热巴自出道之后, 给观众们带来了无数的经典剧作和角色, 比如杨阳的盗墓笔记《微微一笑很清晨》, 《舞动乾坤》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全职高手特战荣耀且是天下》等。 迪丽热巴更是毫不逊色《逆光之恋》, 《克拉恋人》《麻辣变形记》, 《漂亮的李慧珍》《傲娇》《偏见》,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三生三世枕上书》《长歌行》与军出相识 《恰似故人归》等诸多作品接踵而来, 可以说是古装, 现代其发展。 也正是因为这两位演员都这么优秀, 他们合作的那部《你是我的荣耀》才会那么爆火, 观众们才会这么喜欢他们。 如今有消息爆出, 他们二位要再次合作, 共演一部名为《魅士的古装双女主剧》, 可算是激动坏了粉丝们, 毕竟杨阳与迪丽热巴的古装造型是公认的完美。 除此之外, 该剧还有另外一部女主人《玄也》得到了爆料, 她就是凭借《千金归来》和《楚桥传大伙》的李沁。 李沁与迪丽热巴、杨阳一样, 也是一位颜值、演技、人气俱佳的演员, 并且几年前就已经是一线女星了, 先后主演了《守望的天空花开半夏》、 《千金归来》、《楚桥传白鹿园》、 《建军大业》、《庆余年请军》等诸多作品。 这部《魅士》能够请到杨阳、 迪丽热巴、李沁这三位正荡红的实力演员, 可以说是当真不义。 目前该剧已经得到了初次的宣发, 相信很快便会有更多的后续消息出现, 大家喜欢的话不妨持续关注一下。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再见。